前台中线议员王佳佳跟夏子小开王子豪的离婚诉讼 缠送了三年多终于达成了离婚协议 五岁儿子有两人共同抚养 对此王佳佳特别出面 他说没有拿南方王子豪的一毛赡养费 全是为了小孩才会答应离婚 他也跟对方签订了保密协议 以后不在公开场合当中谈到儿子 前台中线议员王佳佳与夏子小开王子豪的离婚诉讼 缠送三年多终于达成 离婚协议 王佳佳强调都是为了五岁儿子 他才会答应离婚协议 法官判定小孩有两个人共同抚养 王佳佳说他没有向王子豪拿任何赡养费 我离婚没有拿他一毛钱赡养费 然后未来我会努力的工作 当时被称为美女议员的王佳佳 与小开王子豪在2007年结婚 引来各界注目 在2009年王子豪提出离婚诉讼 并且争取儿子的监护权 一直到2010年两人达成离婚协议 官司缠送了三年多 两个人从甜蜜结婚到传出王子豪被拍到与辣妹出游 两人闹离婚 争取小孩的监护权 话题不断 现在为了小孩子 两个人签订保密协议 签字离婚 王佳佳表示心情很平静 也和王子豪协议 在公开场合 不再提小孩及家务事 两个人确定离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